西红柿光长秧子不结果怎么办 大家不要着急 在西红柿开花做果的期间 我们只需动手掐一掐 就能够使西红柿多开花多做果 结出来的西红柿又大又圆 口感沙甜 大家好 在农村想要种植好任何的瓜果蔬菜等一系列农作物 它都离不开正确的管理方式与种植技巧 那今天咱们到地里面看一下西红柿 顺便告诉大家在西红柿开花做果的期间 我们只需给它进行动手掐一掐 就能够使西红柿在后期能够多开花多做果 并且结出来的西红柿又大又圆 而且口感也极好 那今天就跟随镜头一起去详细的了解一下 希望对朋友们种植西红柿也能起到很好的帮助 朋友们像现在的话咱们就来到了地里面 像咱们眼前就种植了有几行的西红柿 依照现在的展示来看的话非常的不错 现在上面也已经开始开花做果了 已经开出了黄色的花骨朵 像西红柿很多的农户朋友 他在种植的过程中 发现它光长秧子不结果 那怎么办呢 其实在开花做果的期间 咱们就是没有做好一步 那就是动手掐一掐 为什么要掐一掐呢 首先我们要看到它开出来的第一朵花朵 然后我们要依照它央苗的长势 像咱们眼前这一颗西红柿呢 它的长势并不是很好 但是呢已经开出了花骨朵 要怎么办呢 咱们就要把它的花骨朵啊进行掐掉 这样呢才能使它的营养肥料呢 往它上面进行输送 才能使它的植株呢 长势的更加健壮 那么在后期呢 它就会多开花多做果 第二点的话就是像这个西红柿啊 有一些呢 它的叶片呢 长得特别旺盛 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啊 它的叶片呢 已经发生了旺长 土长的一些现象 就会造成了不通风 独透气的一些现象 像这些见不到阳光的叶片 我们就称它为 光吃饭 不长秧子的叶片 所以这种叶片呢 像它第一个开刹以下的叶片呢 我们都要动动手 给它进行掐掉 这样呢 才能够让它的营养成分呢 得以往它的开花 做果上面呢 进行输送 这样西红柿呢 在后期呢 它就会多开花多做果 结出来的西红柿呢 也会又大又圆呢 压满枝条 像它的一个口感呢 也是非常的沙甜 对于种植西红柿 朋友们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以技巧 也可以在评论期呢 进行留言讨论一下 好了 本期的视频呢 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看农村种植知识的朋友 也可以关注一下小燕 那咱们就下期不见不散